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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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親愛的朋友 我們在空間跟大家見面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本書 就是 《深度工作力》 然後我們今天也邀請到 那個泰義國際的Hank 來跟我們分享這本書 先跟聽朋友打個招呼吧 小安老師 各位聽眾大家好 為什麼會想要跟我們介紹這本 《深度工作力》呢 這本書應該是我覺得近期在 工作效率提高的一本超級好書 最主要因為現在的人 其實工作都非常的忙碌 也很多有的沒有的事情 以前可能就是要面對面來交代事情 或打電話交代事情 現在可能是通過各種社群 網路社群的媒體 來跟你交代很多事情 所以大家可能會希望有更少的時間 去做到更大更好的目標 通常它並不是你 隨心所欲想要去完成就完成 你必須要能夠有一個非常完整 很專注的一個時間才能夠去解決 你可能要去做的這些比較挑戰性的工作 或者比較深度的一個學習 因為現在我們就烏卡時代 各種技術的疊代很快 所以呢 所以我們也會被要求不斷的去學習一些很新的東西 可是這些很新的東西呢 通常都是比較複雜 所以你現在大家忙碌的狀態 真的要去學一個新的技術真的很困難 所以這個書呢就是 卡爾紐伯頓教授呢 他就是專門在告訴我們如何能夠深度工作 這裡面的技術呢 我覺得特別適合現在的人 好好去反思而學習的部分 是啊 因為你知道我覺得就是 就是現在的工作繁忙 然後大家可能就是為了很多事情 然後沒有靜下心來想一下說 欸到底到底我的工作要怎麼樣才可以順暢 或是我應該要做哪一些 那所以現在的人沒辦法去深度工作的原因 大概現在有哪一些呢 OK 事實上呢應該大家能夠很深刻的感受到 現在互聯網時代 我們呢手機已經變成我們的一個新的器官 所以呢 通過手機我們可以跟全世界的各種人數連結 所以會變得我們都是在回應這些訊息 或者是被干擾 所以呢 他這邊就提到了 四個最主要沒有辦法深度工作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他叫深度黑洞 什麼叫深度黑洞 就是 對不起 渡量黑洞 這渡量黑洞意思是什麼 就是 因為 大家應該可以理解就是說 我們現在所面所面臨的這一些 不管今天你是透過這個社群網站啊 或者是通過的這種什麼 可以是像YouTube的視頻的訊息啊 或者是說手遊啊 這些APP背後其實都有套路的 他們都有非常強大的這個人工智慧 去吸引你 吸引你很快的 你可能只是想說看一下有沒有人呢 在在LINE你或是在FB你的時候呢 你就被陷入了 你可能只打算用三分鐘 結果沒想到你滑一滑 怎麼一個小時過去 那就不知不覺這些時間已經不見了 這我們通常叫渡量黑洞 這互聯網會造成我們這種 通過一種 一些人工的智慧的操作 讓你就分心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 因為現在是指控時代 指控時代什麼就是 我們可以用這個手機上面去滑手機 去解決掉很多事情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我好像已經完成了很多事情 所以大家都會 把很多事情就是 呃 很多事情跟很多時間都花在 透過手機去處理 所以我們就呃 慢慢的就習慣這種 我們稱為叫做最小主力原則 就是呃 去處理一些小事 嗯 然後呢就會造成第三種狀況就是 我們就變成說 感覺自己很忙碌 好像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這些很多事情 事實上都是很淺薄的 就是比較屬於回應的事情 真正呢 要讓你去 比如說去做一個很大的一個專案的規劃 或者是做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你是做不了的 嗯 你已經習慣這種很淺薄的回應事情的方式 透過網路這樣子 然後第四個就是 現在大家應該會感覺到就是 呃 大家都覺得說 哎你你比如說你一個朋友 或是你一個家人 他現在可能在網路公司上班 你就覺得哇這個太厲害了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在網路公司上班 所以呃 有一種狀態又出現了 就是這種 呃 網際網路的狂熱教派 什麼叫網際網路狂熱教派 就是大家都會吹捧說啊 做網路很很很厲害啊 嗯 搞網路的工作事業很厲害啊 然後你做事可以通過網路來工作 他說好像很厲害 但是呢 事實上也因為這樣子的吹捧 所以 如果你不做這件事情呢 大家覺得你很歐斯古 你是老派 你快被奧特了 所以呢 大家好像就是 每天要 耗在網路上面 那好像搞到最後呢 你上班的時候滑手機 你開會的時候滑手機 好像理所當然 嗯 事實上呢 他只是讓你 能夠去處理的 就是去解決這些 可能很事務性的工作 事實上 你要深度的去解決 去完成一個專案的思考 嗯 或是深度的學習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 所以你真正要做到一些 能夠讓人家覺得你很厲害 然後很有生產力 很有績效的 的時候跟工作其實是幾乎不可能這樣 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 沒有辦法深入工作的主要的原因 是這樣 是 對啊 因為就是 剛才的Hank這邊講說 因為這些種種的原因喔 那既然知道了原因以後 那我們怎麼 就是如何開始這個深度工作呢 嗯 這裡面呢 這個紐波爾教授呢 提出了四個主要的策略 第一個策略叫做 確認工作心哲學 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現在這個時代 跟以前已經不一樣了 說穿了你也不可能回到以前 就是沒有手機沒有網路的時代 但是因為環境已經改變了 所以你要重新制定你的工作模式 也就是我們講的工作心哲學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就是 你要建立一些儀式跟環境 為什麼呢 因為就像剛才提到的 這個環境已經讓你 無時無刻都會進入這種淺薄工作 因為你透過手機 你可以完成 好像完成很多事情 但是你就是沒有辦法去完成 那個最重要 最需要深度思考的工作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你就 你就要有一個技術 那個技術就是 你怎麼樣透過儀式跟環境 讓你能夠很快速的做切換 比如說你現在可能在跟人家溝通 馬上你要進入一個 獨自要去思考 這個專案的時候 那你這個切換的速度 會不會夠不夠快 第二個就是 你進入這個專注的時候 你夠不夠久 你能不能通過一些環境 能夠讓你能夠更持久的去專注工作 這是第二個就是建立儀式和環境 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視覺化工作 視覺化工作進度 就是說 如果我們知道 我們必須要有 這個 深度工作的需求 或者我們應該要怎麼 我們如果要做好工作 必須要 有深度專注的這個時間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去做計畫 做計畫 就是我們要去阻擋哪一些時間 我們就必須要去做深度工作 而不是把深度工作跟錢包工作 都混在一起 這樣子你肯定沒有辦法深度工作 你的深度工作時間 就 深度工作的需要 就被那些 事先博工作 事務工作就搶走了 最後一個是什麼 就是你如何安排你的分心和休息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不可能 一直都是在很專注的工作 那如果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如果你要專注工作 你也要有非常好的精力狀態 如果你的精力狀態不好 那你想要專注工作 就算你有時間 你也沒有辦法專注工作 所以 這是第四個就是說 你要能夠去好好去安排你的分心的時間 跟你的休息的時間 這樣子才能夠 在你需要的時候 你需要專注的時候 你需要深度工作的時候 你才能夠深度工作 這四個策略是 紐波恩教授所提到的 就是我們要深度工作的四個主要策略 嗯 是 我突然想到 就常常會有一個 我自己的例子 就譬如說 我可能想要去查一個資料 然後呢 我單單自己 譬如說 就去Google設置自己的關鍵字去查的時候 然後就會被一折 再一折的所有相關的信息 然後就一直給 給就是我們講的 拖下去 對拖下去這樣子 我本來想說 我本來只是想要了解一個名詞的解釋 對不對 但是因為你知道 手機之內有時候 他會配合 比如說你喜歡看的哪一些文件 對 然後你就會變成 你很多事情 就沒辦法深度去做這個工作這樣子 沒錯 嗯 好 那再來可不可以跟我們講 那個專注力很重要 然後書中有什麼方法呢 嗯 他裡面 我先提到一個是 他談到的那個 新的工作哲學的概念 對 他提出兩個東西 就是 第一個就是修道院士的深度工作 什麼叫修道院士的深度工作 嗯 嗯 他會希望就是我們能夠怎麼樣 我們能夠 呃 就像這種修行人一樣 每天早上要做早課 嗯 那你你 我覺得這個概念可以去結合之前 我介紹過那個最有生產力的一年裡面 談到的黃金時間 是也就是你要能夠很清楚知道 你可能你是夜行人還是日行人 那去找到你自己在哪一個時段 你是你的黃金時間 就是你最容易專注的時候 嗯 那你要比如說像我 我每天呢 早上九點半到十二點半是我 最專注最容易專注工作的時間 嗯 所以呢我就會跟這個修行人一樣 我跟我們公司人講說 除非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像小安老師的裁判 我可能就會把這裁判 要不然呢 基本上 這個雷打不動 我九點半到十二點半 我基本上在做思考跟規劃的工作 這個對我來講是最重要 有生產力的工作 所以我會有一個 呃這種修道院士的一種深度工作 就是我固化我的這個黃金時間 好那那這個是一個部分 嗯嗯 第二個部分叫雙重模式的深度工作 什麼叫雙重模式的深度工作 就是你可能在做年度 啊對不起做月計畫的時候 做週計畫的時候 甚至做日計畫的時候 你要去把你的深度工作 跟你的淺薄工作 也就是我們事務性工作做區分 嗯 比如說我們今天可能有一個很深度的工作 那麼我們就要把那個深度工作 放在我們的黃金時間 放在我們最容易專注的時間 那可能淺薄工作啊 像我個人的話 我精神狀態不好的時候 就是跟我吃完午餐之後的兩個小時 嗯 我的淺薄工作在這邊 可能要去交代人家做什麼事情啊 要去跟誰溝通什麼事情啊 要去看一些事務性的資料 比較 受服的東西比較輕的 好像我們講淺薄工作 我可能就放在 可能吃完飯之後的 可能吃完飯之後的 可能午餐啊 後的兩個小時 我就做這個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雙模式的工作模式 就是你要 你要在做計畫的時候 就要把這兩個工作就分開了 把深度工作跟淺薄工作分開 那放在他該放的位置 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大大的提高你的工作效能 嗯 我覺得沒錯 就是 就有說 有說我們比如說 為什麼人家想說 為什麼提早兩個小時 頂尖的人 兩個 兩個小時前 他在幹嘛呢 他可能去 就是我們講 深度工作 做一些比較有思考性的 對不對 然後當工作開始 開始 上班的時間的時候 就開始 就是進入我們講 大家的那種 飽滿的那個工作 然後一點點這樣堆竊起來 所以 所以 那個 再來我們可以跟聽眾講一下 如何做 好休息 把間接做得更好一點呢 好 就像我剛才所提到的就是說 你 你如果沒有好的精神狀態 你是不可能有 專注力的 那如果你沒有專注力呢 你就更不可能去把什麼 去把你的這個 你的深度工作做出來 就該做深度工作 那他這裡面就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概念是說 其實我們 我們一天下來之後 你會覺得很累 可是通常或是工作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累的時候 往往並不是你身體累 而是你的頭腦累 那你怎麼樣去做這個頭腦的修行 頭腦可能大家覺得說 我可能現在疲勞 我可能小命一下 這是一個方式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轉換焦點 轉換焦點 你可能 原本頭腦在開會 專注的在跟人家開會 或是專注的在思考一個企劃案 這個可能是某一種 頭腦的運作模式 你把它切換一下 比如說你就到你們樓下的公園 或是隔壁的這個7號 或者是這個mall 走一走 逛一逛 那這時候呢 你的頭腦呢 他會切換他不同的運作模式 這時候就等於去休息 這個這樣子的間歇 有些時候 可能會比你真的是小命一下對不對 有些時候你可能小命一下 不小心就睡過頭了 那可能大家知道這個睡覺 他有那個循環 如果那個循環 你到那個循環突然要醒 或是你要再起來 你可能做得不好這樣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 你如果要休息的話呢 還有一件事你可以注意 就是說你要去把你的這種分清時間安排好 就像我剛才所提到的 你可能可以把休息的時間 我可能個人會希望安排的 就是在我可能經歷狀態比較不好的時候 沒有辦法專注的時候 我就會把他時間放在這一塊上面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既能夠休息 那你又能夠什麼 去處理這些事務性工作 比如說你可能要去7號拿個東西啊 或者寄個東西啊 或者是去買個東西啊 那這個時候他就是一個很好的轉換你頭腦 讓你頭腦休息的一個很好的休息模式 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本書一直在不斷的提醒 我們自己比如說你在哪一個時段或是哪一個狀態 你可以把這一件事比如說那個發揮得更極致一點 或是這個時候你可能 可能你只要你不需要做那麼多事 或者你知道嗎 很多人就是都會混混的時候 然後誰來打擾的時候你可能就完蛋了 對沒錯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為什麼深度工作率是被這麼推崇的原因 因為就在這裡 因為我們真的就是太容易被網路干擾了 然後一瞬間你下班了 一瞬間你準備要睡覺了 什麼事都沒做到 但是你感覺你好像做了很多事 但事實上你就是被這種互聯網 網際網路的這些背後 對這些黑手 所操縱者 所以特別要把這個技術呢 在這個新的時代呢 對 要把它取得起來 要把它學會 好那今天謝謝那個太醫的Hank 跟我們分享深度工作力 謝謝 謝謝小安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